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启聪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 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新闻呢就是讲述呢 昨天我跟大家做了一个视频 我就说呢 我们的国会呢 将会迎来新一轮的改革 就是呢 我们的首相安华呢 将会在国会里面呢 增设一个新的环节 就是一个首相问答环节 就是每个星期二 这个安华呢会站在那边一个小时 公开给你们反对党的国会议员呢 当场发问 有什么对国家政策不满的 什么问题全部一直过来问 他敢敢站在那边回答你 OK 就针对这个新的这个首相问答环节呢 今天呢就有一些专家呢 提出了一些想法 就是说呢 他们认为呢 这个新的环节虽然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 他们担心了 到最后呢 会沦为了一个 口水战的战场 他说呢 他呢借鉴了其他那些先进国家也是有类似这样的首相问答环节 但是很多呢都会沦为这个口水战的战场 因为呢在这些国家呢 有一些政客 他为了要刷存在感 为了要凸显自己很厉害还是怎样 就利用这一个首相问答环节呢 在国会上表演猴子戏 在那边呢 讲一些呢 有的没的完全没有内容的东西 就纯粹是呢 要争取自己的曝光力 要在全 国的观众面前显得自己好像很厉害 这样 可是呢到最后呢是没有意义的 对整个国会对整个国家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所以现在就是要避免 发生这种情况 其实我个人是认为呢 这些所谓的口水战呢 还不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呢 在马来西亚呢可能会有一个更大的问题等着这个首相问答环节 是什么 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国家 大家都知道 马来西亚所有的政治问题都是种族问题 大家也很清楚这一点 我是认为呢有了这个首相问答环节呢 当然对我们的民主政治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但是呢也很可能呢 会被一些呢 有心人 一些无耻的政客 滥用 怎样说呢 OK 大家应该还记得呢 以前曾经有过一个class 就是呢 那个 这个慕尤丁呢 他还是国阵的副首相的时候 他曾经在国会里面说 我先是 马来人 然后我才是马来西亚人 他讲了这一句话过后呢 就马上掀起了很大的风波 国内的所有非马来人 尤其是华人 就很大力的 鞭打这个 慕尤丁 也就是说 你这个种族 主义啊 你应该先马来西亚人才马来人的吗 但是呢 无都有而无二事呢 几年扣后呢 当林冠英说 我先是马来西亚人 然后我才是华人 结果却也是一样给人家骂到烦 我就有一点不明白了 这一点 OK OK 这个例子 慕尤丁的这个例子 就是一个 有可能会重演的事情 在国会里面 起码 林冠英那个不是在国会里面 而慕尤丁那个是在国会里面 我是觉得 有这一个可能性 就是当 这个安化呢 他 坐在这个 首相问答环节的时候呢 我是认为那些 国盟的反对党议员 会很喜欢 专门问他一些 很 刁专的 种族 宗教 极端的问题 就比如说 最经典的就是 安化我问你 你是马来人 还是马来西亚人 这个时候呢 安化将回答 他如果回答 我先是马来人 然后我才是马来西亚人 他就要 再走多一轮 以前 慕尤丁所经历的事情 一模一样 多一轮 如果他说 我先是马来西亚人 然后我才是马来人 我相信 马来西亚的 所有的马来人 又不情愿了 这句话 所以呢 这句话呢 你回答哪一个 答案都不可以 这只是一个例子 也有可能说 对于我们国家的 这些种族政策 种族政策 首相大人 你有什么看法 你现在到底是要 废除呢 还是要继续呢 OK 你这些问题 问大安化的时候呢 安化如果想 废除的话 OK 全国的马来人 直接跟你不干 是不是 如果他想 维持的话 这样那些 西蒙的花人支持者呢 又不干了 OK 一样的 宗教的 那些政策 也可能 会有同样的问题 就说你要继续 还是要废除呢 一样的 回答哪一边 都要得罪一般的人 所以呢 我觉得呢 这一个 问答环节呢 很有可能呢 会被这些有心人 这些无耻的政客呢 利用 滥用 拿来呢 轩染这些 种族跟宗教极端的课题 就是一直都不断 这个安化表态 花人跟马来人两个 你只可以选一个 你不可能两个包租 你只可以选一个 所以我就告诉你 我之前呢 我有做那个视频 我说 Kylie呢 可以尝试 打开第3条路线 这就是我一直讲的 其实马来西亚 现在的政治 那个 的landscape 并不是一个 长久性的 因为不是一个健康的常态 华屋两极化太严重了 我们总有一天 我们要找到一个 第3条中间的道路 就是华人也可以接受 马来人也可以接受 虽然 你们听我这样讲 觉得我在发白云梦 但是我们迟早有一天要走到这样的 不然就会 我刚才讲的那些问题 安化站在国会那边 首相问答环节 然后国盟的议员一直不断的红罩他 就是 其实 不管他问什么问题都好了 我都可以简单的归纳成一个问题 现在你前面有两个人 一个是华人 一个是马来人 你要选哪一个 你选一个就可以了 你是首相你是安化你要选哪一个 华人还是马来人 就会面对这样的问题 如果有一天 我们真的有中间路线了过后 我可以两个都不选 我选中间 马来西亚人 然后 那时候安化呢 可能首相那时候已经不是安化了 我讲的这个可能是几十年后的事情 那时候首相是谁 我也不管 那时候 那个时候的首相 可以很大声的说 华人跟马来人 我不一定要选一个的 我选中间 马来西亚人 OK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 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